中国少年专打嚣张日本武士 不是一回和KO打贪在地 就是重拳狂砸 打得满脸是血 这位少年是出生于广西的蒙国东 他不仅是狼兵后裔 还是古壮拳传人 每一个来话叫嚣的日本选手 都被古壮拳狠狠教训 这位是日本王者九宝正哉 是日本踢拳界的珍宝 世界顶级踢拳联赛 在雨量级排名最高的日本拳手 对华作战保持不败 这次直接挑战中国冠军 蒙国东用自己的金腰带当做筹码 要给这个日本王者深刻教训 蒙国东在开局试探之后 立刻发起蒙烈进攻 本场比赛是男子六处国际即进国际规则 2018世界王者32强A组晋级赛的比赛 红方选手是来自奋心国际俱乐部的蒙国东 红方选手是来自日本的九宝正哉 但是九宝正哉 也就是22场26场 那么年龄的相当 今年都是24岁 身高的只有一公分的差距 可以顾得不及 双方在数据上 加一些比赛场上都是非常接近 谢谢 那蒙特庚的整个比赛 还是泰式的提拳打法 但是 就是九宝正哉 之前在广州狗劳瑞战的时候 看过他的比赛 就是KO了中国的李晨晨 但是最后决赛 赋予了张成龙 有一条非常变化多端的后腿的中扫踢 是的 蒙国东呢 这个真的算是 对于65公斤 今天要带这个 战绩22战16胜 8负6KO的蒙国东 经验丰富实力超群 直接用三季重拳 正中九宝正哉面门 直接把日本选手击倒在地 九宝正哉 无法接受被中国人击倒的事实 竟然直接失去了李智 就要和蒙国东面对面应拼 蒙国东却不再给了机会 直接用连续重拳 再次把他重击倒地 和第一次击倒不同的是 这一次的九宝正哉 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 裁判还没介入呢 日本教练就被吓坏了 当即抛出白毛巾弃拳 这次准备了 这个超群正哉 真的是 克拉瑞雨量级排名 排到第11位的选手 今天呢 他看到了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 这样一个反价的选手 我们看一下 这个慢动作啊 连续第三次后 再看一下 漂亮连续的组合 广西狼兵刚KO了一个日本王者 还不够 日本体坛立刻派出更嚣张的 就是一个叫横尾河野的 这个日本人刚上场就比划军刀 仗着自己是日本RKS 似中量级的暂定王者 简直不把现场的中华人女 放在眼里 这一幕更加激怒了蒙国东 管你在日本有多厉害 来中国啊 都得给我趴着 果然蒙国东一上来 就一脚踹翻横尾河野 看日本人狼狈的样子 蒙国东拳头立刻跟上 狂揍横尾河野 简直是压制日本选手打呀 这一幕更加激怒了蒙国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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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